好你个王金谷 你还是跟我大声大气说话的 什么再大点声啊 别怕闪着舌头啊 李美琴 要不是你出这个搜主意 能像今天这个局面吗 我出的搜主意 把房子装得这么漂亮 那是搜主意 把婚礼办得那么得体 那是搜主意 好啊好啊 那行了 这搜主意我不出了 今天啊咱们把账算清楚 算 算算算 好好算 给你 拿着 这么多啊 对呀 九万二 你看我这钱花的啊 九万二 再加那个房屋的中介费 一共是十万 这钱花的啊 多漂亮 实权实美啊 现在你不是要算账吗 好啊 咱们五五分 你五万 我五万 咱们俩清吧 好吧 好 五万 我出 有什么了不起 站住 干吗 不是算完了吗 还要算啊 要吃了我 站住 你想占便宜是吧 我 我占什么便宜啊 装修费十六万 这 十六万 妈 这装修费 你不是说是你出的吗 是啊 我一开始是答应了 我来出的呀 可是 咱们要把这装修费 包揽了以后 人家还以为 我们要独霸新房呢 是吧 那这样更好了 一家一半 两边出吧 我可不愿意外头说 我们男方要占女方的便宜 行 我出 我要是不出啊 人家会说我王金国欺负女人 妈 我看这钱还是算了吧 谁让咱们都是一家人呢 对不对 更何况是我们错在先的 那也行 要看她的态度 我们家的表现 我王金国不占别人家的便宜 也不让人家占便宜 算清楚了吧 还有没有漏的 算清了 差不多吧 婚前的账算是算清了 好好好 那就好了 小俊这孩子真是挺优秀的 可是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妈呀 这遗传基因差别也太大了 我真怀疑是不是亲生的 王金国 你